带给你一则最新消息 在台美台风的影响之下 根据台电统计 到下午2点50分为止 全台曾经有5236户停电 已经修复了5077户 还有159户停电当中 目前还在抢修当中 另外台电也更正 稍早在下午2点的时候 由于高雄的测试系统传出了错误数据 导致一度误报了全台有2万多户曾经停电 经过确认之后已经是更正了数字